这个男人太过分了 挥起拳头狠狠偶打气 听着妻子的惨叫声 他依旧毫不熟伦 不把他当成蛋白 只顾发泄自己的情绪 妻子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生活 趁男人泡澡时 将吹风机扔进浴缸 男人没有时间反应 电流已经击穿他的身体 他拼命挣扎却无济于事 没过多久便成为冰冷的尸体 妻子的脸上裸露出电线 原来他是一个机器人 在未来的世界 科学家已经研制出 和真人一样的机器人 有思想 有感情 有温度 你可以按自己的需求 定制女朋友 或者逝去的亲人等等 Good morning 小帅和妻子小美 在天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 意外总是来得那么突然 二人准备回家时 在地下车库遭遇歹徒抢劫 小帅被歹徒一锤子敲晕 而小美因为受到惊吓 心脏并复发倒地身亡 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小帅一直消沉 整日依旧买醉 经常从噩梦中惊醒 始终无法从逝去妻子的 的痛苦中走出来 直到这天 他遇到邻居胡子哥 外表邋遢的胡子哥 却有一个漂亮的机器人女友 他能说会道 十分温柔 胡子哥对此十分满意 还把机器人公司的名片 递给了小帅 也许是私欺心切 为了填补内心空虚 寂寞 小帅决定下单机器人 为了完美地还原 他将妻子的照片 视频等各种资料提交 甚至精确到了社交账号 性格特点等等 很快 机器人制作完成 工作人员送货上门 隐秘收获 不用担心别人知晓 打开包裹 却是一个个坚硬的模型 和真人不沾边呀 小帅满脸疑惑 不会是个奸商吧 直到工作人员 组装完成 插上电源 告诉小帅 第一次使用需要充电 之后就可以靠太阳能 充电完成之后 需要定期给他洗泡泡雨 他的关节 肌肉 就会变得柔软自然 果然 到了晚上 机器人妻子开始接近真人 男人为了缓解肌膜 竟然买回机器人陪伴自己 他把机器人放在床上 外貌和死去的妻子完全相同 经过长时间的系统配置 机器人妻子终于可以正常使用 半夜醒来 他看到爬上床的宠物狗 两只眼睛瞪得圆溜溜的 原来他的系统中 没有入入这奇怪的生物 他将狗认定为威胁存在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他还能与附近的其他机器人 产生联系 互相交流 第二天 得知小帅买了机器人 朋友光头难提醒 他曾经也买过 但后来退货了 因为有安全隐患 但此时 小帅还沉浸在 失而复得的新鲜感中 哪听得尽这些 机器人妻子学习能力很强 很快就学会了做饭 小帅下班回家 就能吃上香喷喷的饭菜 他还能和小帅 聊起从前的美好回忆 小帅对此十分满足 仿佛妻子一直就在身边 从未离去 一切看上去是真美好 但另一边 别人的机器人却出了故障 一个正在切菜的机器人 突然转身 对着主人就来了几刀 主人当场就领了喝饭 机器人还不断地发出不障音 而小帅还沉浸在 重新拥有妻子的快乐中 殊不知自己的宠物狗 将遭遇不幸 第二天 小帅刚刚起床 机器人妻子便问了他一个 奇怪的问题 小帅被问得一脸猛逼 无言以对 像往常一样 他在妻子额头上一吻 便出门上班 独自在家的机器人妻子 看到可爱的宠物狗 认定他是没有入入系统的威胁 直接两脚便把小狗踩死 此时敲门声响起 原来是维修工来修水管 看到独自在家的机器人妻子 维修工瞬间起了贪念 在柜子里东翻西找 还顺走几十块巨款 殊不知他眼前的美女 是一个机器人 男人看着身材凹凸有致的女人 邪恶的想法涌上心头 但他的举止很奇怪 维修工伸手触碰他的脖子 这才察觉到他是机器人 转头一看 发现地上惨死的宠物狗 维修工瞬间意识到情况不对 便要报警 顺带给了机器人妻子一巴掌 没想到他只是冷漠地说道 维修工直接去世 因为担心刚刚丧妻的弟弟 小帅的姐姐前来看望 谁知道一进门 发现正在打扫卫生的地形 姐姐当场被吓晕过去 还以为大白天见鬼了 小帅下班回家 向姐姐解释 这是一个机器人 姐姐表示不理解 建议小帅把机器人退掉 一旁的机器人妻子 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渐渐露出凶狠的眼神 他已将姐姐视为威胁 小帅发现宠物狗不见了 趁着他出门寻狗 邻居家的胡子哥偷偷来到他家 胡子哥垂涎小帅妻子已久 想要图谋不轨 当谈及家中的机器人女友时 胡子哥表示 殊不知机器人之间信息是互同的 胡子哥这一番话 被家中的机器人女友听得清清楚楚 听完胡子哥的事 爱 机器人妻子直接 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胡子哥被吓得落荒而逃 可刚爬到自家门口 就被机器人女友拽了进去 真是钱有了 后有虎啊 回到家 少不了一顿毒打 机器人女友将胡子哥按在地上 掐住脖子 直接双手掏眼珠 胡子哥当场领了盒饭 机器人女友露出诡异的笑 另一边 姐姐找来小帅的好友光头男 商量对策 二人决定要将机器人妻子退回去 这一幕正好被看到 机器人妻子起了杀心 当光头男离开后 姐姐落单 机器人妻子潜入姐姐房间 将他推到用枕头捂住头 没一会儿功夫 姐姐便不再挣扎 寻狗无果的小帅回到家 发现姐姐也不见了 机器人妻子诡异地出现在湖边 他还发现 工作人员正在回收故障机器人 他赶紧和好友光头男出门寻找 光头男掏出锤子防身 二人在湖边树林里四处搜寻 光头男 人没找到 还把自己搭了进去 被机器人从后面偷袭 另一边 小帅找到了湖边的机器人妻子 知道姐姐和狗都被他杀了之后 小帅痛心疾首 后悔买机器人回家 二话不说 直接将机器人妻子关机 突然 又一个机器人迟刀冲出来 小帅赶紧逃跑 发现遇害的光头男 被吓了一条 机器人迟刀追来 幸好工作人员及时赶到 之后 小帅又返回湖边 结果关机的机器人妻子 又重新启动 一拳将小帅打晕过去 醒来 小帅发现 刚刚被杀的人 也都变成了机器人 小帅感到毛骨悚然 抓住机会 小帅直接将机器人妻子 强制关机 影片的最后 小帅在看着报纸 旁边又一个机器人妻子 在切着水果 小帅最终还是没能放下 心中的那份执念 机器人永远都是机器人 代替不了真正的亲人和朋友 科技和人伦是我们未来 要面对的一大话题 这就是电影 网络新娘的全部内容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